小宇宙 大家好我是小宇宙 這一次呢我們來到了這個工房 這次要做什麼呢? 我們先去工房看一下這一次的化石 這個更新也可以合成什麼 首先就是這個蠻酷的嘛 唯一一個有帶皮的這個暴龍 但是首先你要先合成這個展示架 展示架都要需要挖到三個暴龍的化石 頭啊身體啊還有這個尾巴 昨天就剛好挖到這個暴龍的頭 也就是擠起全部了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個展示架全部都製作好了 把它拿出來 一定要把它完成喔 完成之後你才可以製作 有沒有一定想說這個暴龍的化石 到底怎樣才比較容易挖到 其實在琥珀跟這個小石頭其實都很容易挖到 還有另外一個取得這個暴龍頭骨的方式 就是在這個動物帽子箱子 一樣有機會可以抽出來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製作這個傳說等級的暴龍大型模型 但是它需要三個這個展示架跟這個50個金礦 哇真的是有點多啊 它製作是需要一天啦 但是為了給你們開箱看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給製作出來吧 其實我覺得它每一個恐龍都要出這個模型這樣子比較好 然後我們就先看一下它是不會發光的 那我們就來聽聽它的聲音吧 對比那個暴龍喇叭還要好很多啦我覺得 等一下那剛才那是什麼聲音 什麼鬼 所以它就是有兩種聲音啦 然後它這個我覺得會動 然後又可以互動的這個模型 我是覺得非常值得去製作的 而且它是沒有在活動的時間內 所以你隨時之後都是可以去努力去挖這個暴龍的化石 然後想辦法製作出這個模型喔 當然我也是先推薦你們先把那個車子給做完 因為琥珀是活動的 當然如果你對這個車子沒進去就可以想辦法去挖這個暴龍化石啦 當然我也把它擺在我家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到我家來看一下這隻暴龍模型吧 話說你們覺得哪一個化石是最難挖的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小宇宙 我們下次見 掰掰